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下失业金的额外补助六百块钱 那么六百块钱呢,我这边是加州,现在已经停止了 因为是七月二十五号停止 那么有些地方呢是三十一号 其实也就是本周了,本周就是最后一周 那么至于这个失业金的额外补助会不会延长呢 至于目前的消息来讲呢 国会这边的提案里边都是说不会延长 或者说延长但是只有两百块钱 或者说呢最高不能超过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所以说很多人呢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有网友给我提供消息呢 说对于加州这边如果说联邦额外补助六百块钱没有 或者说降为两百的话 加州这边有可能会给加州人民补齐到六百块钱的额外补助 喜欢我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哦 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时候 共和党发布了一个新的提案就是Hills Act治愈提案 那么在这个提案里边呢 说失业金的额外补助六百块钱将会降至两百块钱 那么在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加州的立法官员们就表示 如果联邦不继续为失业的人进行六百块钱的额外补助的话 那么加州将会采取措施帮助人们共渡难关 加州众议院院长民主党议员安东尼兰登呢 在一份声明中说 现在成千上万的加州民众呢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而且华盛顿共和党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因为现在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加州人 因为这个大流行造成了损失 如果说从八月份开始没有这六百块钱的额外补助的话 加州的人到手的失业金就会骤减减很多 所以说加州议会呢就表示 如果说国会继续削减失业金额外补助的这个钱呢 那么加州将为本周的失业人口补上这部分的空缺 保证人们能够拿到足够的每周六百块钱的失业额外补助 加州的立法者就表示六百块钱每周的失业额外补助是非常必要的 更多的现金流呢可以缩短经济萧条的时间 能够刺激就业 如果说没有积极的干预 疫情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更糟糕 加州民主党议员预算委员会领袖Phil Tim 对加州的经济复苏计划也表示支持 他在过去的四个月当中也起草了很多经济复苏的计划 因为现在虽然说有政府的帮助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在领失业金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延迟一下 或者说您在申请了之后呢 可能您是三月份失业的 但是您三月份的钱可能没有拿到 或者说四月份的钱没有拿到 那么就因为这个一次延迟呢 可能就会导致你交不起房租付不起贷款 所以说大家都认为这个失业金的额外六百块钱的补助呢 能够帮助大家来脱困 也能够缓解经济压力 所以说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呢 加州这样做是有益的 那Fioti呢把这样的一个补齐六百块钱失业金的额外补助 叫做一个巨大的经济稳定器 加州新一轮经济复苏计划 总计将投入一千亿美元 用于缓解疫情期间 加州民众和加州政府的经济压力 目前为止呢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并没有对这项计划呢发表任何的意见 因为他说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具体的细节的时候 他是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说只是说加州有可能会来补齐这六百块钱的失业额外补助 因为只是大家有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确认和实施 那么我把这个信息呢也是从网上搜集出来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现在加州政府呢也是有在努力的帮助民众来度过难关的 那么加州新一轮的纾困计划呢将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众的保护 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呼吁应该立即加大对民众和小商业的扶持力度 其中呢就包括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帮扶福计划 扩大税收减免 为已经开学的学校呢提供资金帮助 同时因为上网课的需要却没有网络设施的社区呢 要为他们提供资金建设宽带 保护租客不要因为交不上房租而被房东驱逐 同时呢也要给予房屋所有人和房东必要的支持 立法委员会在计划实施一些措施延长房东的驱逐禁令 房东不可因房客交不上房租而将其驱逐出去 加大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同时允许他们延迟缴纳营业税 为加州生产口罩和其他防护检测用品的公司建立激励机制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说了通的 其实在房租租客保护这方面我一直是持两个观点的 一个观点是当然不能随便赶人出去了 因为外面很危险他们如果说把他赶出去没有房子住那怎么办呢 但是同时您在实施这样的一项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对房东的保护呢 那么如果房屋所有人还有贷款也失业了 没有钱交贷款就以着这个租金来交贷款的 那您一方面不让我赶租客一方面又让我还不起钱 那如果说这样子来刺激经济的话 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如果说您要下达一个房东不能因房客拖欠房租 而赶房客走的这样一个命令的话 那么您同时也要发布一个如何保护房东的权益的计划 那么加州这个一千亿的纾困计划 那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 加州经济复苏计划的关键在于资金的来源 如果没有这些钱说的再多也是白搭 那么立法委员估计加州的经济复苏计划总共需要一千亿美金 他们罗列了一些非传统的财政措施以保证资金获取的源头 比如说预先提取未来的税收 那么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加州鼓励公司提前缴纳税款 提前缴纳税款就可以获得一些优惠 政府还计划从多个渠道增加收入 比如说有参议员建议增加水电公司费用utility fee 总之其实我自己看来啊这个加州的纾困计划整个看上去像是一个愿望清单 就是I wish 但是你想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那么虽然说现在加州民主党提出的这个六百块钱的额外补助补齐的这样一个计划 能不能最终被通过呢?还不知道 但是这正是加州立法委员会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讨论的一个方向和基础 这当然也是好的 那么为什么如远行者要把这个计划分享给大家呢? 一方面是网友给我提供了这样的资料 那么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虽然说这些一切我刚才说了有点类似于愿望清单 而且还没有确定细节还没有谈 而且加州州长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呢至少我把这个新闻分享出去可以让加州的民众感受到 其实加州的政府也在努力做出一些事情 来帮助加州人民来走出这个大流行的困境的 所以说整体的方向还是非常好的 今天的视频最后呢来和大家一起聊点别的 因为呢在前两天我的YouTube频道终于终于破万了 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发来了贺电 谢谢大家这么多天的支持 因为在我的频道不再受到YouTube算法的偏爱之后呢 涨粉啊什么的都很难 但是一路走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终于突破万了 所以说呢这里借着这个视频就想和大家说一声谢谢 让我们一起聚海内知己画天涯笔灵 同样的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放了一个打赏的链接本来就是放着玩的 但是在无一间前两天查看的时候真的发现有喜欢我的小伙伴 或者说粉丝也好我的呃订阅者也好真的有给我打赏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么为了感谢这些朋友呢我决定了把我写的这本书 虽然说是这本书只有英文版的 但是也是有我的一点小心意吧 因为我在配方上面看见了通过打赏 然后那个上面就会有您的地址 所以说如远行者这里呢再次谢谢大家 我之后会努力把视频做得最好 让我们一起汲取九万里风棚正举的力量 历练也无风雨也无情的霍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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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